在江蘇一個七歲的女童 因為帶著弟弟去超市買了10元的零食 結果就被壽勝大法的父親連回暴打 即使兒子在旁邊嚇到目定口鱷 這位戰爭都用拖把狠狠地抽擊自己的女兒 暴打完一輪之後 周圍的民眾才慢慢走過來勸喻 而女童亦都可以趁這個機會拐拐拐離開現場 據稱這位戰爭就跟老婆離了婚 但有子女的撫養期待 脾氣暴躁弱打子女就經常都有 最後女童就暫時交由媽媽照顧 而這位戰爭就正是被象徵式行政拘留14天 事件完